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今的第一周 教官就以最高的标准 开除掉能力不符合要求的人 一直操到最后一个星期 最后只剩下43个人 他们必须通过四天三夜 最后的山地丛林战 回到营区之后 还要经过1000公尺的障碍 还有信心区的测验 才能够挂上突击群章 也才能够有资格 回到各个单位去成为种子教官 而到目前为止你知道吗 全国在军舰上面拥有突击徽章的军事官 也不过才200多个人 由此可见 要通过突击兵的干部训练 有多困难呢 过来一探 这支台湾最严格的战术部队 他们是如何在艰困的环境当中 来进行训练 中日新闻台湾启示的团队 我们在最后一星期 也就是学员们俗称的魔鬼州 跟着这一期的学员翻山越岭 从海拔500公尺 一路开拔到了3000公尺 在大雪山执行最后的魔鬼任务 我们来看自然记者 郑和铭 附加新 还有林景潭的随行采访报道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 三号六四号 爬过来 待会儿给我滚了 给我滚五圈 四十六号 你投意了是不是 听不到声音 你忘记我是不是 你是不是忘记我了 是 我还久没有打了是不是 好 待会儿给我绕了 现在安防要滚五圈 滚五圈没有听清楚 有没有听到 滚 快点 还没个时间 加油 加油 十三号现在把手放下来了 十三号先爬 加油 十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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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体力就到这边了 准备弄好啊 五秒 十四 三 二 一 开口就预备 十下 十五 开始 好 三号 一 三 二 三 这些被骂的狗血林区 已经太难心地 要看 咱们可吃了一个群权的 各个部位 惊艳的狗血林区 快点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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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 三号 小姐去 三号 再快一点 再快一点 四号 第二次 起点 前滚一杯 开始 三号 前滚一杯 开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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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滚一杯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四号 滚上去 滚上去 我叫你滚上去 三号 滚上去 四号 跟他滚回去 三号 你的 跟他滚回去 五五 前滚一杯 在这里没有同情 教官不会可怜你 政府会发力气鼓励 拿不到标准 撑不下去 就自己打包 回家吃骨头 快点 爬过去 好 没力是不是 好 给我上去 上去 上去 他们熬过了体力的极限 经历了各种艰困战绩的训练 过去九个星期来 有如地狱般的试炼 他们一天撑过一天 快上去 还没到 五步拳击一杯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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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点 你要停 你要停 往上去 我回来 有点 继续继续 你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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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累了吗 一号 你是不是累了 你是不是累了 好 滚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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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慢了 慢了 再滚 滚上去 确认 油板 油左至右 又爬了去 看着同习起进来的学员 一个个被淘汰 打死了退的 只为了得到那独一无二的突击兵徽章 这个徽章代表着荣誉 代表了自己是最勇猛顽强的战士 突击兵是英雄 不怕苦 不怕难 突击兵是英雄 最勇敢最胜胜 突击兵 真飘旱 抽不破 打不散 突击兵 继续兵 有胆势 有信心 突击兵 困力圈 黄刚山 决海洋 突击兵 志气候 教旗后 志气候 从今天开始 我们有连续的四天三夜的 一個三地蟲名戰的請問測驗 這一週就大概是我們的第十週 最後一週 這最後一週 再在驗證 各位從前面的第一週一直到第九週 所有的訓練成果 我們全部都在這個第十週 來展現出來 上備舉手 下飛鋒 下飛鋒 各位的方教員方向 有我自由兩瓶大水 再來是你的雨衣 捷衣 狗糧 三軍聖台 學員分成了兩支突擊隊 在出發之前 每個人將四天三夜所需要的裝備全數帶齊 本隊今日上午 集合谷關立安營區出發 鹽 八五洞 1381 波尾山 延伸部 至兩百二零到三十K的地方十四隱 進山之後踩一路的方式 行進序練 還要滿你這一組是警戒護組 討論本隊的這個先前部隊 拳兵部隊 枕裝完畢 所有人負重至少25公斤 奔赴這十週訓練的最後一週 魔鬼週 任務提示結束 突擊兵進入了準戰爭狀態 狀況的想定是已經成功滲透到了敵軍的大後方 完成了集結 端進了比人還要高的草隊中 神出鬼沒的突擊兵 要給敵人致命的一起 走大陸開大門 從來不是突擊兵的作風 越是險峻的地形 越是敵人料想不到的防禦缺口 越是突擊兵中愛的進攻路線 眼前的這座小斗坡 只是小事身手罷了 中午時分 突擊兵已經來到了海拔 飆高1381公尺的石壁了 看看山腳下的特戰訓練中心 過去十周的魔鬼訓練 已經把這一群人 訓練成精英中的精英了嗎 結果即將在殘酷的戰場上 無情地揭曉 我94年就有聽過 那時候剛入五就已經有聽過 這個突擊兵 這種相關的訓練 然後也知道他在訓練的過程中 是相當的 體能上面的復活是相當重的 所以我一直很嚮往來參加 因為我想要證明我的體能 可以達到這個標準 實際上我到這邊的時候 一切在體能上的復活 其實是很重 但是教官在這邊給我們的重點 是比較傾向在我們同袍之間 兄弟之間 同學之間的扶持 因為我們是團隊 突擊兵是一支團隊 同進同出一個都不能少 不論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他們是絕對不可能落下 任何一名弟兄的 我們這一個團隊裡面 其實年齡層分度的蠻寡的 最年輕的有二十歲是 他最年長的到三六歲 所以這體力復甦幾乎 四年一點都能夠 一樣都跟他上路 二十六號你把自己調整好 好 往上 走對前面 謝謝 四一 我說怕不到 體力和耐力是最最基本的要求 因為當突擊兵在真正抵達目標區 執行核心破壞任務的時候 往往已經跋山涉水 通過了各種險惡的環境 消耗掉了大量的精神和體力 在這種人體生理挑戰極限 瀕臨崩潰的情況之下 突擊兵更要頂住壓力 保持住冷靜的判斷能力 以及果決的行動力 應付處置各種突發的狀況 差異重戰就是襲擊嘛 要讓他們在不經意的狀況下 讓他們有壓力 搭長發吊 鄰屋 仲基 헌賦 警戌 선林組人員裝備到齊 繼續向前搜索前進 如何操搜 卩呼操搜 繼續搜索前進 這樣 教官在突击兵背进的路线上 安排了一名完全伪装的狙击手 此时此刻在山林之间 突然起了一阵大雾 突击兵对环境的敏感 直觉地告诉他 慢下脚步 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 半路遭遇敌人狙击手伏击 突击兵队员立刻就地寻找掩蔽舞 同时最终枪上的来源 锁定威胁来自的方向 有吗 发现第一员 人呢 现在在哪里 距离 距离 敌人距离 一座标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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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操控 操控 操控 还想反击了 狙击手开了枪就跑 消失在雾茫茫的山林间 遭到伏击的突击兵一队 立刻通报给二队 展开两路包夾 天龙洞山 天龙洞山 这里是天龙 待会会请天龙动摇与你 以包夾方式 将狙击手捕捉 是否操作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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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哨 吹过 吹哨 反击 吹哨 反击 文哲 第九位报 越两百公尺处遭敌伏 第一天就遭到了敌军 狙击手的伏击 这显示 我方突击兵的敌后突击行动 已经遭到了敌人情报截破 这对于突击兵而言处境相当的艰难 你不能够是被动 是 了解 队长已经顾虑要很紧 是 重的话马上就要处置 马上就查队 好不好 身为队长的吴俊贤明白 身陷敌区的突击兵 一旦行踪步入 最后无疑是死路一条 你要么就躲起来 要么就躲在大石头大木头后面 把你挡子弹 先蹲在马路塔从旁边 那干脆不要躲算了 要处置啊 不是这样趴着就没事了 店长要处置啊 店主主长要处置啊 你是打算要退回去 是不是 有手势就用手势 好不好 各位 身识都白交了 不然你前面谁负责来 告诉我 难道第一天就要被退训 如果是在战场上 这代表第一天就要被歼灭了吗 这一整支突击兵的命运 掌握在队长的手中 他丝毫不能够犹豫躲 他必须果断地立刻下达命令 让自己的部队 即刻脱离敌人的情报掌握 好 向上警戒 齐笑 往前推 查处长 发现全方一名 敌军 约我一百公尺 第二队顺利地逮到了 躲在树丛里的敌军 同时将他击毙 眼前的危机 看似暂时解除 此时天色艰难 入夜之后 山去的温度急剧地下降 今晚没有月光 伸手不见五指 这里天气比较冷 这一杯热乎乎的咖啡 短暂地把这只突起冰 拉回了现实的事情 再忙也要跟你喝杯咖啡 哎呀 棒耶 比外面卖得还好喝 大家中风都还好过天 对啊 就是一直在流汗 一直在抽劲 第一天的体能大量地流逝 突起冰 突起冰 第一天的体能大量地流逝 必须借由短暂有效的休息 让自己回到最佳的作战状态 你先在那边打一个解 对对对对 我先打一个解 然后再给他打一个平解 野外住宿 它时间 入夜之后 它的那个地气很重 正常如果没有做一个 隔绝地气的一个座围 很容易会造成失温 那所以我们最底下 通常都会用雨布 或是雨衣 那我们通常搭这种 雨衣式帐篷 它是三个人唯一个单位 实际上几乎不能翻身 没办法 我们有的睡其实是蛮OK的 我都带一些装备 我就会耗费很多力量 力气 到最后我要执行 我后续这个任务 可能就会影响到 所以我们都尽量 减轻这个重量 来让后续整个任务 在执行上会比较顺水 分配好的警戒任务 其他人抓紧时间赶快休息 但基本上 在战场环境很难熟睡的 你必须时时刻刻 保持在高度的警戒 这是训练的一部分 但其实 这也是求生存的一种本能 在闭上眼睛的那一刻 脑中浮现了一个问号 今晚会是一个平安夜吗 果不其然 凌晨十二点半 状况来了 教官神不知鬼不觉地 摸进了突击兵的素影地 一阵炮声划破了黑夜的宁静 负责警戒的卫少赶紧地吹哨通报 所有的突击兵队员 像是非真自道仰力地从地上弹起 白天的梦魇一路跟着突击兵 近到了黑夜 来自敌军的袭扰 像是鬼魅般的阴魂不散 冬娘冬到会长 协助东山向前 向路口方向指示搜索 指揮主 半移的人开头 直接向前搜索了 大白天的要在农民的森林里头 追击敌军都不容易了 更何况是在一个全黑夜的环境里 肉眼能够搜索到的距离和范围 都相当的有限 最终任务宣告失败 两个队反应都太慢 那你们目前整个素影地 已经没有价值 所以上级命令 两个队立即以最快的速度 往27k的方向 像这个抱头逃窜的位置 然后持续来追击 接到命令之后 普吉兵火速地诊装 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抵达上级指定的下一个集合地点 又摸黑走了五公里的山路 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半 这种夜间遇敌洗的一个训练 可以其实考验到每个干部 因为干部的训练里面最欠缺的就是 带额敌行练兵 那它可以让我们这些干部就是 包含列子里面其他的官兵 知道一个任务的执行 他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个敌行的顾虑 那你在任何的 不管是夜宿点的分配啊 赢不去的分配 你都要把这个提醒考虑进去 包含你的 衛少兵 然后人员夜间紧急集合的位置 然后处置 在当下你已经松懈下来的情况下 然后就突然突如其来的 一个突发状况 然后你要在一瞬间处置 玩所有的事情 到未来以后在社会上 其实这个都是蛮大的防具 战场上瞬息万变 生死都在一瞬间 突击兵的训练 就是要把这些人 锻炼成不经思考就能反应 突击兵的视线 永远不会时交模糊 突击兵的脑袋 永远保持清醒冷静 突击兵的极限 永远没有极限 人已经被逼到极限的那种 体能的极限啊 还是意志力的极限的时候 然后你再用你最后的意志 再继续跟同僚 跟同学这样继续一起奋斗下去 然后来到这里虽然很累 可是我觉得还蛮值得 因为这个毕竟是均匀生涯 最拿换的唯一 在训练你的时候 他会不断地去消磨你的意志力 就是已经把你的体能啊 或者精神上已经逼到一个 你自己的极限的时候 大家也会有想法去念头 然后甚至也会想说 想犯掉了 但是最后想说 怎么可以 一心想要来这里 怎能够就这样犯掉了 所以答应一下就是 告诉自己说 冰冷可以永远可以 今天我们已经介绍了这支台湾突击兵 事实上和美国军方是有很深的渊源的 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组织了一支突击队 也就是所谓的游击兵 这支部队在二战期间 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 美国军方就此 就积极地推动突击兵的训练 特别是在冷战期间 我方和美国因为军事上的合作 在美方军事顾问的建议之下 美军帮台湾建立了一支 仿效美国游击兵的突击兵部队 并且成立了训练学校 目的就是希望 台湾这支突击兵部队 能够从事敌后的秘密工作 当时训练的项目包括了是 兵器 狙击 他国武器操作 通信 爆破 衣物 还有作战情报 所有战场上面你想得到的专业能力 这些人都要会 他们等于是十八般无益 样样精通 而所谓的野外求生 只是基本的要求 在荒山岩里 你如何让自己生存下去 这是一个突击兵最基本的要求 我们继续来看 子恩记者邓和明 傅嘉欣 还有林景潭的随行采访报道 你现在在做的是 目前我们要做的是轨迹的部分 那它属于木建造 我们应用限制的材料 那就地取材 在主要的路口 也就是预怕敌必经之路 也就是我们以国区的最主要的道路 这边设施一个轨迹的一个机关 作战期间是不可能有大量的后勤补给跟资源 因此杀伤性的器械都得自己就地取材 一根一根削出来 原理上木叉的部分 我们大概准备20到30只左右 那大概每一只长度约30公分 那我们的木叉大概是 长方是大概是1.5公尺的木叉 那成一个圈端形的一个木叉 肖间的木叉固定在木叉上 就形成了这1.5公尺建坊的陷阱 能够成功地牺伤两名敌军 1.2.3 1.2.3 固定木叉检 正下方在设置触法的机关 将枯枝树叶铺在机关上头 布置在敌人避近的路上 或者是在我方部队隐藏了引口区的外围 因为我的设计是放在地上 也可以架架起来 但是架起来通常像这么大盒会被发现 所以放在地上 就是人员在看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看腰部以上的止血 所以很常注意到地面 所以这种固定射中的话 大部分都是腿部跟腰部以上的范围 十字弓除了能够对人员构成伏击的危险 如果设置在动物出没的区域 还能够成为打猎的工具 为部队增加意外的事物 另外还有被学员们称为狗头闸的陷阱 一样颇具威力 轨迹 轨连来防止敌人 能够迅速就可以到达他们的隐附区 这样子相对会造成他们 突击兵对你的一个伤害 自保是进入敌后作战的第一步 因为一旦战时大规模部队 没有办法挺进 就得靠着突击兵深入险境 扭转战局 所以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 突击兵要想尽办法地存活下去 野外求胜的第一课 是如何找到可用食材来补充热量 如何将野菜变成一道能够下咽的食物呢 我们自己有带羊肉上来 对 就是我们自己市场买了 然后给它烤干 然后烤很干 它可以放个三到四天 没有什么问题 凯阳马是阿美族人 七年前知道有突击兵训练之后 就一直想要参加 今年积极的争取 终于如愿了 这个突击兵在我们特战 这个突击兵在我们特战 其实你现在还在特战部队里面 大概剩200多个人 所以说这个是蛮有一个 荣誉的一个回章 也虽然很痛苦很累 可是当下你后面的弟兄同僚 一直鼓励相互扶持的情况下 你会觉得这个非常有成就感 来受突击兵训练的军事官 都像凯阳马一样 愿意放弃原本在部队当中正常 甚至是比较轻松的生活 在无情的训练当中 他们才真正的体会到 什么叫做坚强 那时候就是其实刚下部队前 就看到什么不继续 很奇怪的 就很向往 就想说当军人 感觉比较威 这么威的东西 当然是累过才会知道 要不然这种训练很轻松 就少了它的价值 我们在整个收训期间少一个人 而且甚至是很好认识的人 那内心有时候有点动摇 就要说怎么离开都没有过 那我能不能够 认识的学员一个一个去 一个一个离开 那我们多少都会受影响 你只要不是受伤 我说有什么其他的事 所以我们就是 大家就是一起接触 同袍的鼓励和打气 只是外在的信心 如果自己不够坚强 真的没有办法撑下去 你的脚怎么 想要撑下去的还有突起兵潘文成 他的脚伤已经让他的行动速度 变得缓慢 这对时间要求极为严格的突起兵来说 是一大的致命伤 他那个脚可能复合不来 一直去摩擦摩擦摩擦 所以导致他今天 已经有点去血泡这样子 所以他血泡很害破 是 还是要撑 你撑下去的原因是为了 都为了 应该是自己的那个吧 得得去自己 到了晚餐时刻 他连饭都还没吃 所以就急着找衣冠挂病号 险见他对自己的伤势有些担心 不过这种不安的情绪和压力 不光是受伤的弟兄 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疑问 万一明天体力复合不了 自己会不会成为其他弟兄的负担呢 如果他最后没有办法执行最后的任务 这十周的训练 岂不是功亏以亏呢 在这紧要关头 大家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挑战 做最后的努力 第一天的行军就走了十多个小时 从海拔五百公尺的高度 停进将近两千公尺的高度 所有人行军到了晚上 更换了树营地之后呢 半夜再把这个银给扎好 他们只能够短暂地休息三个多小时 隔天一大早呢 又要攻上山头 继续往更高的海拔的山区挺进 这次下达的攻击指令呢 是在高山上面的一座雷达站 所有人必须在太阳下山之前 完成攻击部署 并且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 完成战术攻击 最后他们成功了嘛 我们继续来看CNG的正合 附加星 还有林静城的报答 圆嘴山是这一次攻击任务当中 地势最险峻 最陡峭的一条路了 很恐怖吗 很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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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只手 你单手没力啊 到背力爬上来 慈命地爬上了海拔2400公尺的高山 空气中海氧量只剩下平地的七成左右 偏偏此时此刻肌肉运动需要大量的勇气 生死一瞬间 我们马上来就走三分掉了 好 好 好 太慢了 对啊 会怕现在可以下去啊 不怕 突击兵 突击兵什么事情办不到呢 斜塘在将近85度的山冷线上 喘口气 四小时后 两支突击队终于顺利抵达了渊嘴山的山顶 一般人总认为 接下来下山总该轻松多了吧 是这样子吗 转身 转身 绳子抓紧 绳子抓紧 看左路点 看左路点 万一脚踩空了 整个人就会像石头一样 直接地滚下山 我刚好在抓绳子嘛 抓绳子 然后那个枪 它扣掉下来的时候 刚好松多 然后枪差点掉下去 然后我就好险 我也给它抓住 要不然的话就枪也一起下去了 有 伯良 抄给他 走 伯良 继续走 范伯良曾经是跆拳到了奥运国手 这是他第二次来接受突击兵的训练 我就是很害怕 我第十周就是会跟不上大家 他记得第一次受训时 他信心满满的来到了突击兵干事团 还没来之前我想说 这个训应该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的累 这么的辛苦 应该以我以前的那种体能状态 应该再稍微做一下训练 应该要拿到这个备账 应该是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结果很意外的 范伯良竟然在前三周就遭到厌退 他不服输 今年卷土重来 但悲剧又要重演了吗 眼前的他有些体力不尽 其他队员正在想办法帮助他 如果前九州训练不扎实的话 经过车一定会受不了 还好我们这一期的前九州训练都很扎实 我相信我们应该会结束的 图骑兵的精神就是不会落下任何一名队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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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距离执行最后任务 进入了最后倒数的39小时 目标就在眼前了 你的身体明明已经很累了 但他已经不会告诉你这件事情了 图骑兵全神灌注 保持战场上冷静的判断能力 你进来 握住 你的紧接方向在那个路口 好 好 然后图骑兵全神灌注 从这个路口丢半边 好 图骑兵全神灌注 好 图骑兵全神灌注 在后方 了解吗 这银帽上来 锤迹 锤连 图骑兵全神灌注 好 图骑兵全神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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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塗路之後對不對 塗路之後 你們兩個目標的 那個碼材或張特裏是不一樣的 你們塗路之後裡面一定會有警戒兵 那警戒兵你們進去一樣先做提搭 整個通信電台 不管你的通信都要用電 他就沒有電單位 請先坐在那裡 因為我們要進攻 當然是越快越好 我們快到達目的地 我們整備的時間會越多 然後敵人他可能也沒有聊到我們 你這麼快速度提起到他們的目的地 除其不易攻其不備 是戰場上制勝的關鍵 結果突擊兵比預定的時間 提早了90分鐘到達 這裡是哪裡 這裡就是我們本組的待機位置 那我們會在呼吸發覺時間 跟依照各組的指定的位置 知識突擊 那因為現在是地勤固定的關係 我們必須要用非常細微的聲音來溝通 甚至可能用收備記號 來指揮跟組的一些行動 這邊就是橋樑 這個就是橋樑 前面那個橋 對 就是木橋樑 但我們左轉距離沒有很長 差不多100公尺 就會看到我們的目標 就會看到我們的目標 然後這邊有一個奧地 這邊有一個奧地 這邊也有奧地 待會圖一組 我們的位置在這邊 在這邊待命就可以了 好不好 然後圖二組 就按照原計畫是這個版 好 我們現在時間 腰拐腰勾 我們快要二十分了 七點到 六點半 我們預計從這裡離開之後 各組三十分鐘內 到達待機位置 三十分鐘後發覺的位置 各組長 手錶 有碼錶的 按到碼錶 三 二 一 開始 Go 抖 抖 吉他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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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指哪下 目標 接住 現在還有25分 你先過來打我 我們在這段時間做好銀幣 還有做緊急的動作 會緊張嗎 這比平時我們在訓練 還要更 真實 雖然不是實彈 但是這個場景 跟這個氣氛 感覺很像 在真實的戰場上 如果今天 給你一個單價的實彈 你有沒有信心 幹掉別人 我覺得有把握 而且還可以穿我下來 先不說我到底能不能夠 完成我的任務 但是我絕對有把自己 保護好 以及 照顧好其他弟兄 短短20分鐘 這時間慢得讓人幾乎窒息 山霧彌漫更顯毀移 躲在槍口轉心後的一雙眼睛 在雨中等待 忍受8度低溫冰冷的環境 突擊隊員閃進了雷達站 攻佔了製造點 同時間 從另外一側夾體的小隊 順利在變電箱放置著炸架 完成了突襲爆破的任務 所有人在三分鐘之內 迅速地撤離 並且要盡速地脫離戰場 趕回基地 43名的學員 有多少人 最後他們可以撐過 4天3夜的最後一關呢 我們來看資生記者 鄭和平 傅嘉欣 林景坦 在台中不關的採訪 今天是測驗的最後一天了 一大早部隊就在測驗關卡前待命 做暖身運動 5 6 7 8 2 距離擷訓只剩下不到4個小時 訓練中心還特地邀請家屬 來到營區觀禮 要共同分享這光榮的一刻 一 趕快下去 趕快下去 真的很辛苦 我說站在這邊就這樣 舊腳就會痠 兒子真辛苦 加油加油 好可憐喔 看得都捨不得 捨不得 嗯 所以當初你也是鼓勵他 都是他自己的自己意願 我們都只是支持跟他加油而已 他不論他做什麼 我們都支持他 對 光是做個熱身操 每個人就已經看流夾背了 斗大的汗珠 像是沒關緊的水龍頭 不斷地冒出來了 3 爆球 胡吉兵 鄧東搖 不要加速過 準備喔 快起步 走 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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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聽錯 胡吉兵一號在拔街受訓之前 是個中校副營長 緊跟在他後頭的是特戰營的聯長 只要一踏進武關特戰訓練中心裡 無論你過去的軍艦有多高 無論你是幾梯的 誰是學長 誰是學弟 換上了曹律服一視同仁 身份代表就只剩下那三個數字 這邊東洋山布柴機場通過 準備好 開始通過 好 終點越近 教官的掌聲越大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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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兩圈 我再講一次 然後大家要放清楚 ología 你要飛 我上去 我回來了 有田 繼續繼續 你在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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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你累了嗎 一號 你是被累了 你是被累了 過間 過間 一名拔街受训的副营长 就像是个菜鸟心病一样 被市官长教官操得团团阵 慢了 慢了 三号 三号 你是不是不想接近 三号 再快一点 再快一点 四号 第二次 起点 前过一倍 开始 三号 前过一倍 开始 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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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叫弹那么高 谁叫弹那么高 四号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四号 滚上去 四号 滚上去 我叫你滚上去 三号 滚上去 四号 再滚回去 三号 你要给我滚回去 魔鬼教官光是叫人在泥水坑当中滚来滚去 就已经够消磨人的意志力了 动作太慢重来 动作不标准重来 做到教官满意为止 我以前是这些军人 这些军人 什么部队 我以前是陆军靠兵 我现在虽然太民主了 以前是算时间的 现在比较轻松了 只要修理人才可以抗入国家 才可以打仗了 最重要 加油 加油 有看到你的家人吗 在一旁加油打气的家人看到这里 心疼 感动 又骄傲 泪水再也忍不住地流下来 爸爸加油 爸爸很可怜 爸爸加油 爸爸加油 吴依隆加油 吴依隆加油 啊 你辛苦啊的呢 你辛苦啊的呢 祝君在地上 地道我追啊 祝福 祝福 往外界 当最后抵达终点的那一刻 学员们剩下的 应该就只剩下一颗坚持到底的心吧 泼上了一盆水 象征脱胎换死 洗清过去那平凡的军理身份 站在这里 队员通过了魔鬼舟 1000公尺障碍的测验 他们的脸上终于挤出了难得的笑容 因为他们知道距离突起飞章 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很魅力 我就是很魅力 这才是真男人 真案子 过去常有人说 男生当过兵才能算是个男人 因为军人除了生孩子 什么都要会 如果这种苦都吃得过 那还有什么困难熬不过去的呢 距离拿到突起飞章 将嘴上在一步之一 眼前的这座场地 是最后信心抑据的终极考验 信心池跳水这部分 最后像是要磨练我们毒疾病的 克服恐惧跟服从心 还有他的自信心 因为我们在执行任何作战的时候 包含特攻作战 突击 或者可能会利用现有的资源跟设施 然后实施撤离 那我们大部分都是 近暗的一个渗透 那撤离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在水下 或者是水上 用我们钢索啊 那些相关的东西实施撤离 所以这部分是磨练我们 毒疾病的一个信心 信心测验时高塔有22公尺 相当于七层楼的高度 之前有跳过什么吗 没有 会不会害怕 当然是会了 这个高度是人类最惧怕的高度 而水员们必须要从这样的高度 用滑轮一要而下 吊着钢索俯冲77公尺 爆笑 毒疾病 东东腰 信心测验通过 准备好 好 来 好 来 跳 好 跳 无口 从平台上这一跳 也代表着涂敌兵的水员 即将完成台湾 最严格的战术部队训 毒疾病都能开信心测验通过 准备好 毒疾病都都是信心测验通过 准备好 毒疾病有信心游动机 往前进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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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弟兄和家人打击之下 学员们一个接着一个接受 这十周来最后的挑战 这几天是非得行 在节中学道的团结 然后最后一关了 我要撑下去 加油 妈妈 我爱你 嘿嘿嘿 书记病 到我斗 训续赛业实 通过准备好 好 我爱你 喊 蟹蹄 我爱你 没有听到 蟹蹄 请你嫁给我 这是所有人等待的一刻 而大家心里头也都在想同样一件事情 我会过关吗 我能够得到突几跪道吗 感谢他们一直支持我 我一直跟他讲说我想放弃 可是他一直支持我 叫我不要放弃 然后我妈妈他们一直都支持我 现在是我妈妈在帮我整网 终于走到这一关了 我没有想过终于走到这一关了 我没有想过终于走到这一关了 不过我很努力的车 走到这边了 不动了 不动了 跳完就不动了 只为了荣誉 好 坐紧哦 坐紧哦 来 等到我这边 双 双脚冰龙 冰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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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冰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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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下次见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